可以叫嗎 怎麼拍 露 露 好露 爸爸 耶 爸爸 爸爸 耶 做好 爸爸做好 他要說什麼 訂閱 喔 訂閱喔 那訂閱誰 嗯 好 訂閱媽媽 阿哥哥要訂閱喔 不用喔 不用 嫌自己訂閱太多了嗎 大家好 我是禮貝 我們一起來看蔡波能的成長日記 這一集呢 我們想要帶蔡波能去游泳 當初蔡好貴的時候 我大概六七個月才帶他第一次去游泳 他沒有想像中的那麼不怕水 他還是會有點反抗啊 有點害怕 只是蔡波能大概在兩個月的時候 我想說可以帶他來試試看 那我們一起來看看蔡波能游泳的近況 一開始 我覺得蔡波能一開始 剛下水的時候 好像那個水有點冷 然後他也有點怕 所以就整個拳頭握超緊超緊張的 但慢慢泡水 然後適應那個水溫之後 我覺得他好像蠻喜歡的 就是有放鬆 而且那個老師有讓他試試看憋氣 因為他們說小朋友的生理反應就是 他遇到那個水就會自己憋氣 然後老師有讓他第一次喔 第一次有你就讓他嘗試潛水 就這樣整個把他嘟下去 然後再起來 他真的有憋氣 而且也沒有就是大哭還是什麼的 就是他們好像他們的本能就是這樣 最後還有老師讓他試的仰飄 當初我在試蔡小貴大概就是六七個月那時候 第一次讓他仰飄 他可能已經會害怕 然後也會翻身了 我沒有辦法手放著 就讓他這樣很輕鬆的飄著 可是蔡功能就可以 我覺得很神奇 其實只是讓他稍微靠住而已 然後他就可以這樣飄著 超可愛的 所以我覺得家裡有小朋友可以試試看 因為有福利也可以讓他們放鬆 對小朋友都是蠻不錯的 我是不是他會讓他來看 我是想說的 就是他 他說 完成 好 很帥 但是 ホテル 哇 好 好 好 黑色 -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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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回來了 - 接下來我應該還是會繼續帶他們去游泳 我看到那邊有照片 小朋友可以在水裡面自己張開眼睛 然後這樣飄著超可愛 然後我希望有一天就是可以拍到蔡博能這樣的照片 那最後有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按喜歡 - 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喔 - 掰掰